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格言非常的多 很长 我们一个个来看 他就讲说 人生有一些什么根本 首先 孝替为立身之本 孝替就是说 做两件事 对父母孝敬 对兄弟友善 兄友弟公 入则孝 出则涕 就是这样 所以对父母要孝顺 对兄弟要有爱 是我们做人立身的根本 做一个人 最基本的 第二个呢 叫忠述为存心之道 一个人存心要忠 要厚道 要宽容 要忠于人家对你的 你对人家的承诺 还有你做一个人应该有的本分 所以叫忠述之道 这其实都很儒家 就是很讲究 讲究这个 那其实也不一定是儒家 我们做人本来就应该要 就会很宽厚的 不要那么刻薄寡恩 无情 一个人非常无情 惊服人 很不对 再来进修 所立志为进修之本 你一个人怎么进修 要立志向 所以要立下志向 立志就好像回家讲的发愿 发了一个什么愿心 因为志愿 志愿 志向 你就会有一种目标 有一种动力 所以我们小时候常常看小孩子写作文 我未来立志要当科学家 当哲学家 当总统 好像有没有几个人成功 虽然如此 还是要立愿 立志 然后读书为起家之本 叫做书相传家 因为读书你才知理意 你才知道理 读书才能够免于贫穷 免于愚昧 所以读书可以转换你的命运 所以现在宋朝为什么文化那么发达 因为宋朝印刷数非常发达 所以几乎人人都有机会读书 所以要读书是起家之本 严肃为正家之本 一个家庭要能够很正派 端正 教育直尼 不能够 就是说做人要非常的正派的 要严肃 严肃不是说你扳起脸孔来说教 很严厉 说行的正做的正的 不可以歪歪曲曲的 不该拿的不能拿 该做的就要做严肃 勤俭为保家之本 一个家庭再有丰厚的 因厚的家产 如果不勤俭 勤是赔子 赔子这个福报 叫赔福 捡是习福 所以我不断的 一方面在培养 在增加我的福报 一方面要知足的 要节俭 知道收敛 所以一个是开源 一个是节流 你才能够保住你的家业 所以勤俭为保家之本 寡欲为养生之本 养生 一个人如果太重欲 比如说口腹之欲 吃得太泛滥 乱吃 你吃病肠胃不好 情欲放纵 就会让自己 身体也会不好 寡欲 追求欲望 所以 这个地方叫寡欲 不是叫你说你就无欲 因为人不可能没欲望 但是不可以跟着欲望做赛跑 寡欲是 养生之本 圣言为远害之本 讲话 讲话谨慎 不要乱讲话 一句无心的话你说出来了 那你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会惹来 杀神之害 所以圣言会让你远离 远离一些祸害 灾殃 所以谨言圣行 所以叫做 不该说的话 不要乱说 我们看有些 历代有些官员 或是有些人 他都会叫他们的子女 或是做官的人 讲话都要很谨慎的 再来叫 节欲为确病之本 你要不想生病 你要节制你的欲望 寡欲就是说欲望比较少 节欲就是说你的欲望起来了 你要干嘛 你要跟他踩刹车 所以是让你确病 比如说有的人 他非常喜欢赛车 赛车啊什么车 一个好车好车不断的买 那我就不怕那个 停好之后 先不给自己再 不远离这个危险 车祸啊等等 节欲 缺病 让你远离疾病 远离病痛 比方说你是有胃病的人 你胃不好啊 我就喜欢吃酸的 我喜欢吃辣椒 吃辣的 我吃香喝辣的 吃完了再说 胃痛啊 所以你要叫克制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克制自己的那个欲望 还真要有一点能量 比如说你现在在闹肚子 你看到很多东西 你喜欢吃的炸的呀 养生的不好吃 好吃的不养生 那你是要养生还是要好吃呢 你说管他的吃完再说 所以叫节欲为缺病 佛教常常有一个辟语 这里有一把风 非常锋利的剑 上面涂满了好吃的蜂蜜 你是要那个好吃的蜂蜜 没有错 你可以一时尝到甜头 但是你付出致命的舌头 你要保住你的舌头 还是要尝 放任你的欲望 去享受那个甜头呢 所以当我们有智慧的人 是看到甜头的同时 看到后面的那个利刃 当有人来贿赂我的时候 有的人拿一百万来贿赂 我不看怎样 拿一百亿来贿赂你 你也动不动心 动心啊 然后怎么办 钱也不敢用 用塑胶袋绑起来 丢到水池里面 然后拿去租一个房子 前面都放钱 里面放钱 放到那个钱 钱的那个腐臭味 所以就变成守财奴了 就被钱给淹死了 清谨为当官之道 做官要清廉 而且要谨慎 所以清廉 谨刑 有很多做官的人 是本身没贪污 是太太帮他贪污 有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故事 这个官员 他是非常清廉的 但是太太收了贿赂 所以他就名声败坏 甚至后来惹祸了 被杀了 所以清廉 谨刑 而且谨慎 在密的墙都会通风的 在密的蛋壳 也会露馨的 谨厚为待人之道 一个人要厚到宽厚 是做人之道 对待人跟人相处之道 一定要很宽厚 宽厚一点 他比较不会 提势人家 为别人着想 宽厚 再来 则有为取义之本 要选择朋友 选择朋友是让你 获得利益的根本 这个地方呢 轮椅里面有讲 有三种好朋友 叫有知 有量 有多文 所以我们要跟三种好朋友在一起 这个朋友是正直的 他很正直 你有过失 他急眼吝啬来执政你 他呢 不陷害你 叫有知 他不陷害你 他把你引向正道 朋友很正直 有量 这个朋友呢 他能原谅你 你有过失 你有不当的地方 你有缺失的地方 不足的地方 他不会 好像要给你赶尽杀绝的 好像那个饥饿如愁 治你死地的 有量 有多文 一个 很有学问的 他 博文广之的 他会给你有一些 很好的刺激 给你有一些 很好的资讯 所以叫有知 有量 有多文 我们要交这三种好朋友 如意要告诉我们 有三种恶友 要远离叫做有偏僻 有善柔 有偏令 这是轮语讲的 什么叫有偏僻呢 这个偏僻就说 这种朋友啊 他一种会虚假的 角适 表面跟你哈哈哈哈 跟你这样笑容满面 其实他 里面是包藏祸心的 角适 就是很虚伪 虚伪型的朋友 有善柔是什么样啊 就是说这个 惨媚阿淤的 奉承的 你很了不起 对你拍麻痹 让你飘飘然的 所以有时 人家跟你讲一些 你不要很快就晕船了 就忘失了自己的精良了 所以 阴柔的善柔型的 有偏令的 就是说他讲话是 巧言吝啬 没有真才词学 虚晃一招的 跟你讲 很不真实感的 所以这三种朋友在 如意说要远离 损有山要远离 在佛教里面也告诉我们 要有两种好朋友 要交友如地 如山 亦友如山如地 就是好朋友向靠山 山里面有很多的宝藏 你有困难 有力的肩膀 温暖的肩膀 让我靠一下 这叫靠山 还有像大地 他能承载我 给我有一些资源 指导 最怕不好的朋友 如花如衬 你很得意的时候 你春风得意 你事业成功 你一拳 全是在我的时候 他就 锦上添花 来给你做一些奉承 阿谀的事情 又怕蹭 等等你的金粮 你很重的时候 他觉得 你很高 他就 噢 腹腹在地上 你失败了 他就 高高在上 叫蹭 蹭着你的金粮 所以我们人 我们除了亲人之外 对我们 跟我们相处 很重要就是朋友 反而有的时候 你要一种朋友 更重要 什么叫同才认同 好朋友 在佛教讲 就叫善友 你一定要去 跟善友相处 就叫善之士 所以择友 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来 虚心为受教之本 一个人 怎么会长进 怎么会进步 你要虚心 就是谦虚 什么虚心 心里常保持 有一个空间 人家给你一些 好的建议 不要骄傲 不要傲慢 人上有人 天外有天的 虚心为受教之本 自修为止谤之本 有人诽谤你 人家诽谤啊 人家重伤你 不要生气 你要想一想 回去反省一下 自修 自我检查 我真的如他说的那样吗 如果有改 如果没有 也不要生气 自修 凝重为受福之本 一个人要庄重 不能轻浮 轻巧 然后呢 调去 很轻浮的 不庄重 这样你才会有很多的福报 一经为教之之本 当时 明朝讲这个八古文 有太多要学的 他说一经专入 十三经里面 看你是用什么经 他是教育子女 一经专入 再来 积善为育后之本 怎样让你的后代 活得很丰裕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所以我们要 累积福德 累积善行 你的子女 看你积善 你会疲育你的子孙 方便为处世之本 给人方便 不要处处给人为难 处处给人家 自走 你不给人方便 有一天 风水轮流转 所以要广开方便法门 给人方便 提醒别人 再来 全移为应变之门 要懂得变巧 你不能死头脑 死板的 当然要守住原则 但是要懂得全移方便 下雨天 就把雨伞 雨季准备好 天气热热 就把 就把斗粒给准备好 所以要全移方便 这世间 生活里面 总会有一些变化 胆略为认识之本 做事要有魄力 要有胆识 你不能为所为为 要相怨 妥协派的 他什么都不敢 好好好 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相怨 孟子讲 一个真正的好人 是好人说他好 坏人说他坏 不是每个人说你好 你是大好人 那绝对是个相怨 所以做事有胆识 所以要有魄力 胆略为认识之本 实胜为得名之本 你不能虚名 你是真真实实的做 而真真实实的累积你的成果 实胜为得名之本 所以你那个名字不是虚名 再来 圣贤以新帝为本 成圣成贤是从哪里修 新帝来下功夫的 最后 君子专利物本 君子不可以浮华 不可以虚晃一早 不可以虚伪 要脚踏实地 老老实实的做人 就是今天王昔杰先生 给我们的这个名代的这个 给我们的一些建言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